6度波罗蜜看球看这里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说过 今天的比赛 日本韩国可能会遭遇冰火两重天 日本队在常规时间和克罗地亚打成了平局 最后点球输给了克罗地亚遗憾出局 而韩国队是1比4惨败给桑巴军团 我昨天为什么会说 韩国队一定会输 日本队有可能会赢呢 这是由于这两支球队 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和气质所决定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日韩足球 韩国足球在全世界来说 可以说是独成一份 它的特点总结起来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能跑 韩国人的体能不仅仅是在亚洲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在历届大赛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韩国球员这种玩命的奔跑 他们的前锋可以跑回到自己的禁区内参与防守 而韩国队的中场更是折返跑 从自己的禁区到对方的禁区反复的冲刺 韩国最著名的球员朴志兴有一个绰号叫做朴三费 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跑不死的球员 在2002年韩国足球之所以能创造奇迹 除了他们在使用球场外的一些手段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能跑 韩国足球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精神力 大家可以看无论韩国球员他的技术水平如何 他们遇到这种强敌的时候 他们的气势是从来不会输的 这种气势表现在足球场上 就是他们的防守凶狠的产抢 完全是不会客气的 而且敢于跟对方拼身体拼速度 落后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气馁 踢球的时候就透着一股狠劲 就比如昨天跟巴西的比赛 韩国队上来的时候明知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方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防守 而是跟巴西打起了对攻 所以他上半场才会被巴西队连进四个 但即使是这样 韩国人下半场照样是敢冲敢打 我预测韩国队输球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韩国队不会摆大巴防守 韩国球队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韩国人他不喜欢冗长无效的短船推进 他们喜欢整体防线往前推 然后利用这种长短船结合的方式 完成迅速的进攻 这个特点其实是融入到他们骨子里的 我生活在交通半岛 我们家附近韩国企业比较多 有很多韩国人就在这里生活 所以我会经常有机会跟他们一起踢球 我观察到韩国人踢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他们就是强调一脚出球 而且非常注意跑位 个人盘带比较少 基本上传到前场就是一脚打门 没有那么多花花绕 由此可见 韩国这个足球风格是他们从小就养成的 你看孙星明踢球 那简直就是韩国版的C罗 有绝对的力量和绝对的爆发 无论是传球控球射门都很全面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韩国球员骨子里缺少了一股灵性 当他遇到这种玩桑巴的巴西足球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球风克制 你很刚猛的冲过来 巴西队一个假动作 四两拨千斤就把你给接话发了 所以韩国才会有了昨天晚上这场大败 其实克制韩国的球风的球队还是有很多的 不仅仅是巴西 西班牙 葡萄牙 甚至阿根廷都很克制韩国队 相比而言 日本的足球理念 我认为比韩国要更加先进 日本足球的特点就是 它的技术非常细腻 讲究整体的配合 而且他们这个队员战术素养非常高 虽然他们的身体条件 特别是身高方面 跟这个世界强队来比还是比较差的 但是日本队会通过这种流畅的整体配合 以及非常清晰的战术思路 能在这个大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大家知道日本的足球在早年间 它是要学习巴西的 巴西是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 日本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目前又有200多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巴西 这个原因其实是跟日本明治维新的两股思潮有关 当时日本人的危机性特别的大 他觉得日本本岛不足以支撑日本民族的发展 所以他们提出了两个战略 一个战略是北上 就是通过侵略中国来扩大他们的地盘 还有一个是南下 所谓南下这一支 就是把人口移居到南美洲 特别是巴西 通过这个手段来扩展日本的资源 也正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 日本向足球强国巴西学习 也是变得非常自然而然了 自从1993年 日本激联赛开始职业化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了很多优秀的巴西外员 特别是季科 邓家 贝贝托这些大牌 他们不仅是为季联赛效力 然后提升了日本本国的联赛水平 也在全世界打响了季联赛的招牌 但是随着日本足球的进步 他们开始进入到世界杯 然后不断的跟这些抢手交战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巴西3R这样的超级巨星 所以在与这些强队过招的时候 日本虽然有技术 但是因为他身体对抗不行 往往会陷入防守反击的苦战当中 特别是到了02年世界杯之后 日本足球一度也是陷入迷惘 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坚持巴西的风格 直到2006年 西班牙足球的崛起 才让日本足球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那就是凭借他们球员本身的技术优势 学习西班牙的传控打法 利用整体性来战胜对手 当然这也是整个世界足球的潮流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德甲的败仁 还是英超的曼城 他们都在对自己的球队进行这种技术改造 我们说今天的德国队踢的已经很不德国 英国踢的很不英国 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足球之所以在这两届杯赛中 都差一点点杀入拔墙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足球理念 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 而且这些井喷的刘洋球员 让主教练有了充足的战术打法的安排空间 现在在欧洲各级联赛刘洋的日本球员 他已经超过400人了 其中打出名堂的球员完全可以组出两套阵容来 我相信今天看过这场比赛的观众也一定会坚信 日本想要捅破世界杯八强的窗户纸 其实是一个早晚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孙宝一的战术保守 其实日本队的优点恰恰是他可以完美的执行教练的战术 但是他的缺点也是在于日本队过于执着的执行主教练的战术 从而限制了球员个人的发挥空间 说到这我详细一部电影就是成二导演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这里面有一幕我特别深刻 就是美国大兵在菲律宾的日本战俘营里 跟路先生抱怨说我不能理解这些黄皮猴子 前一天还在搞玉碎冲锋 后一天说不打就不打了 还给我们修宿舍给自己修战俘营 我们只来了1000个人 但是日本在岛上有30万人 日本队的这个特点很有可能就来源于 日本人独特的这种文化属性 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我推荐美国人鲁斯本尼迪克特写的《举语刀》 这本书里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总结 如果说日本队跟世界一流强队还差点什么的话 我认为可能就是缺少一个不那么日本的球员 他可以超越教练给他的安排 从而赋予这支球队个性化的精神力量 我们说昨天晚上日本队败给了克罗地亚 还不如说是日本败给了南斯拉夫这种民族的精神力 其实当比赛拖到点球大战的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判定克罗地亚赢了 南斯拉夫民族最大的特性是什么 最大的特性就是顽强的精神力量 他顽强不屈他能干 历史上南斯拉夫人跟多少人干过 他跟土耳其人干 跟奥匈帝国干 跟日耳曼人干 跟纳粹干 跟斯大林干 甚至他自己都跟自己人干 克族和赛族都要打一架 拥有铁血精神的克罗地亚 遇到背负着可能进入八强创造历史的日本队 其实这个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日本的脊脚打门全部都不敢发力 而且也不敢打角度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所导致的 下面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的两场比赛 第一场是摩洛哥对阵西班牙 摩洛哥这种北非的打法非常的欧洲化 他脚下有活 战术也有章法 小组赛他可以逼平克罗地亚 战胜比利时 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战术素养 西班牙实力虽然强 但是在对阵日本的时候 他出现了两个非常大的隐患 一个隐患就是这个门将乌奈西蒙 这个门将是太不稳了 所有看过西班牙之前比赛的观众 可能都会产生他一拿球心情就非常紧张的这种感觉 另外西班牙的一个隐患就是布兹克斯 我感觉布兹克斯在球踢的顺的时候 有一些太放松了 在前两场比赛中出现了三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失误 虽然没有丢球都被球员救回来了 显示出了他年纪增大之后体力下降 很容易被对方抢出这种失误来 所以这一场的比赛其实也就是四六开 西班牙略占优势 我预测西班牙会一球小胜 第二场比赛是葡萄牙对阵瑞士 葡萄牙虽然上一场输给韩国了 但是那场球无论是整体战术还是个人发挥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输球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全队对比赛的态度 毕竟小组赛最后一场了 大家并不是抱着那种必胜的信念去踢的 有些二分之一球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拼抢 但是对阵瑞士葡萄牙一定会全力以赴 瑞士这支球队在小组赛的三场 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他们是越打越好 防守端他这个4231阵容 他能顶住巴西的猛攻 进攻端沙奇里扎卡 在对阵塞尔维亚的时候火力全开 而且全队我感觉通过那场球 精气神都提起来了 所以这场球对于葡萄牙来说是一场硬仗 遇到这种情况 葡萄牙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何使用好C罗的精神领袖作用 如果是憋着劲要反超梅西的C罗 将成为葡萄牙对主教练的一个难题 如果不换你封线的攻击力减弱 如果换了一旦落后 你可能球队没有那么顽强的战斗意志 总之用好C罗这把双刃剑 是葡萄牙获胜的关键 瑞士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他体能 我们知道他的核心 沙奇里31了 扎卡30了 现在由于赛程的压缩 小组赛消耗非常大 三天之内他们很难恢复 所以我估计这一场 瑞士会采取防守的态势 利用反应机来保存自己的体力 这场球我认为是五五开 常规赛可能会是平局 加实赛葡萄牙利用体力优势 决胜负战胜瑞士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观赏 祝大家今晚看球愉快 好 来